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主要是在加强同学对于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也就是在介绍经济学的定义 接着呢 第二个目标我们希望跟各位同学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还有它的经济学的分类 那么第三个 我们会跟同学介绍 如何将经济学学好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什么 接下来 我们的学习方法分为四个部分 也就是说 各位想要把经济学学好呢 一定要在上课前做好预学的工作 那么在课堂当中 专心的聆听 老师的讲解 老师的举例 回去之后呢 去整理你们的笔记 然后做复习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当你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实际的例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回想 老师在课堂上面所讲授的理论 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实际的现象 如果能够相互的对照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相信这样一个学习过程 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那么这个单元的课程大纲呢 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 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经济学的由来 经济学是怎么样来的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介绍经济学的定义 第三个 经济学又有什么样的分类呢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 它的分类又是如何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要教导各位同学 一个简单的方法把经济学学好 好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经济学的由来 各位同学都知道 社会的资源有限 人类的欲望无穷 我们如何在有限的一个资源之下 来做选择 进一步满足人类无穷的欲望 让这些民众获得最大的满足 这个东西就是经济学的由来 那么我先说明一下 什么是社会资源 比如说我们一天 一天的时间就是24小时 在这个24小时当中 扣除掉你睡觉的时间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你可以决定 你可以去选择说 你要去看电影 要去做运动 或是看书等等 回到刚刚说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一天的时间就是固定那么多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选择 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之下 你要去做选择 然后呢 做完选择之后呢 我们说来满足我们的人类欲望的无穷吗 就是来满足我们无穷的欲望 你去做了一个选择 比如说你选择要看书 那是要满足什么 可是现在刚好期中考的时间 你要满足你这个期中考 能够把这个课程准备好 这个考试准备好 所以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好 所以简单来讲 再重新的再跟各位同学做个说明 就是因为资源有限 就像每个月的月所得也是如此 因为所得有限 我们如何把钱花在刀口上 来满足我们在消费上的欲望 这个东西就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 所以各位同学在听老师在做叙述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选择选择 也因此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经济学的定义 好各位同学 我们把经济学的定义念过一遍 经济学的定义呢 是在研究理性个人 如何做选择决策的社会科学 好各位同学特别注意选择 我们在前面在介绍经济学的由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重复的强调选择 那么我们先首先来定义 什么是理性 理性呢 是用有效率的手段来追求一致的目标 简单来讲 如果我们用白话来说 理性呢 就是在说明 理性的人 就是在说明 人是智力的 人是智力的 什么意思是人是智力的呢 比如说 同样的一个工作 同样的一份工作 工作内容都一样 可是假公司 他给你三万块的薪水 以公司 给你三万五千块的薪水 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个人 你当然会选择 那个三万五那家公司 到那家公司去上班 因为这样才符合理性嘛 所以 回到这个定义 理性是以有效率的手段来追求一致的目标 一致的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赚得更多 能够活得更好啊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想要追求的目标 可是 我们当然要用一个有效率的手段 我们当然要去盘算一下 我们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能够最轻松 然后 能够最节省成本 能够就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简单来讲 人们 我们一直在说选择选择 也就是说 消费者在做选择决策的时候 或是说生产者在做生产决策的时候 都会做什么 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消费者 他在做选择决策的时候 他会做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生产者在做生产决策的时候 也会做对自己有利的生产决策 让他的利润达到最大 这是往后 我们在后续的代言里面 就会陆陆续续的跟同学介绍这样的概念 接下来 我们要去做选择决策的时候 各位看到现在我们在投影片上面 他说理性选择必须具备下面三个条件 好 各位可以拿起笔来 把它做一个注解 资源因为具有稀少性 所以我们必须做选择 必须做选择 那么资源因为有多种的可能用途 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 因为虚少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做选择 因为资源有多的用途性 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 好 也因为这样这两个特性呢 资源的特性有两个 稀少性跟多用途性 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 可是你的选择跟别人选择 为什么你的选择是这样子 别人选择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还有第三个特性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你对于这样的选择 你对于这样的选择 有你个人的主观的评价 A同学可能认为这样的选择 对他是最有利的 因为他站在他自己一个理性的角度 A同学可能做出假的决策 可是B同学站在他个人理性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 他可能做出的是E的决策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对于他的选择 都有他主观的评价 好 也因为这样子的东西 我现在要在我们这个投影片的旁边的地方 跟各位同学简单画一个表 来让跟各位同学说明 这个经济学的定义 不好意思同学 因为这个操控的关系 那我先跟各位讲 这一个我各位可以自己去补充 我只简单写一个字 这个是稀扫性 这是支援的特性 稀扫性 另外这边是因为是多用途性 那各位同学自己把那个字 就把它补充起来 因为这两个特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做 因为这两个特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 那 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其实还有五个面向可以去考量 那么 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 跟各位同学说明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选择说 以生产者的角度 我们可以选择说 我们要生产什么东西 我们要如何来生产 我们要在何处生产 我们要在什么时候 when 何时来生产 那么最后呢 这个收入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这个是o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收入 生产收入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分配 那 回到刚刚 我们对经济学定义 因为 我们刚刚举例说 A同学 可能他对于 假决策 看在他理性思考的角度 他认为假决策 对他是有帮助的 对他是有利的 所以他会做出 假的决策 那同样的道理 现在我们做完选择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选择 我们考量的面向 有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 何处生产 何时生产 生产收入如何分配 其实在这个价面啊 有一个影响到 这五个面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是什么 我们把它画在旁边这个地方 什么因素 各位同学 你去思考一下 用你的 基本的尝试去判断 如果你是一个生产者 你决定生产什么 你要在什么地方生产 什么时候生产 那个考量因素是什么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价格 就是价格 当这个产品价格好 你当然会生产这个产品啊 或是这个产品的价格 在这个时点 它是比较好的 那你当然会在这个时点 生产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会用 双箭头的方式来说明 双箭头的方式来说明 双箭头的方式来说明说 其实 选择的这五个 五个面向 会影响到价格的决定 同时价格 也会回过头来 影响到 我们的资源配置 后续我们在 后续的单里面 会跟各位同学介绍的 价格机能 价格机能 好 那么简单的 我们就先把经济学定义 做如下的说明 接下来 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经济学的分类 好 我们根据呢 我们分析的对象 根据我们分析的对象 来区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经济学 区分为个体经济学 跟总体经济学 那么 我们先说明个体经济学 个体经济学 它分析的单位是什么 分析的单位是 比如说 像 个人 因为是个体嘛 你看到那个个体 一定是经济的个体单位 经济的个体单位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 家计单位 或是厂商 那么 或许同学对于家计 家计单位 或是厂商 这样的概念 不熟悉 那么我们就会用很简单的概念 来跟各位同学说明 经济当中的个体单位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什么 消费者 跟生产者 我们再分析 这些经济个体单位当中 这些消费者 跟生产者 他们的选择行为 好 接下来 就分析的目标来说 个体经济学 它分析的单位 是这些消费者 生产者 他们分析的目标呢 我们刚回到 刚刚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的定义 不是在研究理性个人 如何做选择 决策的行为科学吗 他希望他所做的 去选择的这样一个决策 是有效率的 能够达到 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 在个体经济学里面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他分析的目标是什么 是希望消费者 能够达到效用最大 好 这个效用 这个名词 我们未来在后续的单言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做介绍 效用其实就是一种满足感 好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他希望去分析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去追求 效用最大 那么各位同学 接下来 在经济个体单位当中 还有一个东西叫生产者 我们如果要去分析生产者 生产者分析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分析的目标是在追求 利润的最大 好 所以各位同学在现在 就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个体经济学当中 分析的单位有两个 一个是消费者 分析的目标是在追求 效用的最大 也就是满足感最高 那么在 生产者 他分析的目标 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 好 所以回到我们同一面上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 在个体经济学当中 我们所探讨的内容是什么 探讨的内容是 经济社会当中 那一些个体单位 所以当我们在看经济社会当中 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坐在课堂上 想象 你们就是一个经济社会当中 的某一个经济个体单位 所以 当我们要观察你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你的选择行为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要把你的距离拉近 拉近 我要用很近的距离 来观察你们之间的行为 所以在个体经济学里面 我们分析的方法呢 就是缩短距离 近距离的观察 这些经济个体单位 他们的选择的决策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说明 什么是总体经济学 总体经济学 它的分析的对象 就跟刚刚个体经济学 完全不一样了 总体经济学 它分析的对象是 全国性的总体经济活动了 全国性的总体经济活动 而不是在讲经济个体单位了 那么全国性的总体经济活动的时候 所以 我们在分析目标上面 我们说明 我们在分析目标上面 我们就是要去追求 全国的经济福利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已经跳脱了个体单位 我们看的是全国性的经济活动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目标 是在追求全国的经济福利最大 那也因此 我们在总体经济学里面 我们分析的方法呢 就不同于个体经济学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要看的是整体整个经济社会的现象 所以 当我们要看一个整体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 我同样的用在班级这个部分 是一个经济社会里面的一部分 如果我要看的是 整个中华科技大学 那我是不是要站在后山往下看呢 那如果 我要再看整个台北市的话 那我是不是要到阳明山 才能看到整个台北市的一个 整个现象呢 好所以当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全国性的 总体经济表现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 分析的角度分析的方法 把它放远 把这个距离拉远 透过远距离的观察 整个经济社会 它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相信各位到目前为止 应该可以很简单的去做一个简单的区别 什么是个体经济学 它探讨的是个体经济个体单位 什么是总统经济学 它分析的是整体的社会现象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对经济学的分类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根据它的性质 刚刚是根据分析的对象的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分类 现在呢 我们根据性质来分 我们也可以把经济学分为 实识分析跟规范分析 各位可以拿取笔来做一个注解 实识分析呢 就是实证经济学 规范分析呢 就是规范经济学 那么简单来讲 各位看到实识 就是什么 一切讲求经验证据 所以它探讨的是经济现象的实栏面 不涉及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什么叫做经济现象的实栏面 简单来讲 用白话来讲 就是什么 我们只探讨经济现象的 我们只对一些经济现象 做一些陈述 就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经济现象 做事实的陈述 不涉及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那么 规范分析呢 简单来讲 我们不仅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 做事实的陈述 而且我们更涉及了个人的主观的价值判断 我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 什么是实证经济学 什么是规范经济学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 现在要做一个 结议系统的一个经济效益的评估 那么台北市政府结议局 他可能找了一些专家学者 做了一个进行一个委托的研究 那么这个学者 他当然会根据 他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 然后根据他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成本的分析 成本效益的分析 做了一个评估报告出来 然后这一个研究案才结案 那么 这一个学者 他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他一定会说明什么 一定会说明 好 这样的一个结议系统 如果我们采取地下化的话 那么经济效益如何如何 那么如果这个结议系统 我们采取非地下化的经济效益的话 那么是如何如何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研究学者 他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面指出 采取地下化 经济效益是多少 采取非地下化 经济效益是多少 这样的一个叙述就是实识分析 根据他所搜集到的数据资料 他做了一个事实的陈述 这个东西就是实识分析 也就是实证经济学的部分 那么 台北市政府 检议局局长 他可能看到这样的报告的时候 他看到了 因为这个学者说 采取地下化经济效益是多少 采取非地下化经济效益是多少 所以他在这个内部公文的前程的时候 他说采取地下化为宜 当这个检验局长 他在公文的这个内部的前程上面说 以采取地下化为宜 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 他要上层给他的这个台北市市长 所以各位 最后我简单的跟各位同学说明 在刚刚的那个例子里面 这个学者所做的事实的陈述 就是实证经济学 那么这个检验局长呢 根据了这个学者的事实陈述 然后呢 他做了一个价值判断 这个部分就是规范经济学 所以 简单来说 实识分析的结果 是规范分析中价值判断的依据 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 我们必须要根据实识分析的结果 才能做价值判断 我们要根据实识分析的结果 做价值判断 我们不可能跳过实识分析 直接做价值判断 那这样的价值判断是没有依据的 所以我们在做价值判断之前 在做规范分析之前 必须要以实识分析的结果 作为基础 接下来 我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两个 基本的 这个内功心法 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把经济学念好 不管各位过去在高中或是高级的阶段 可能有念过经济学 但是请各位 暂时把过去的学习的方法 屏除掉 让我用这两个内功心法 各位只要把这两个内功心法放在心中 未来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当中 是能够胜任愉快的 第一个方法 随时将抽象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现象 观察 呼应对照 各位在看到这个文字上的说明 是不是觉得有点 已经很抽象的东西 又把它写得很抽象 简单来讲 我用很白话的方式跟各位讲 经济学的理论非常的多 里面也有很多的假设前提 那理论那么多 我们怎么样把理论记下来呢 回到一开始我跟各位讲过 那个学习的方法 一定要找出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社会现象 你所遭遇到的 你所碰到的实际的生活的实力 跟你所学习到的经济理论 做相互的对照 比如说 我们简单举例 各位一定都知道 每次只要碰到台风的时候 奇怪 为什么就一大堆人涌入大卖场 去买青菜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社会现象 这是一个实际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每次遇到台风 很多人就涌进大卖场买青菜 那经济学理论就会告诉我们说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说 因为预期的因素 预期什么 经济学告诉我们说 预期台风过后蔬菜价格会上涨 预期台风过后蔬菜价格会上涨 所以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们再复习一下 理性的人会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有效率的结设 因为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预期台风过后蔬菜价格会上涨 所以你当然会怎么样 当然会很快的怎么样 快点在台风前就先去买青菜 因为什么 因为你怕台风过后 你去买青菜的时候就会买贵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 预期预期 民众的预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产品的需求 或是供给 理论是如此 可是这样的理论 如果你是用背诵的话 当然如果未来我们考试的题目 都是考这些背诵记忆的题目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考得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考试题目当中 加入了生活化当中的立体的时候 我们把实际的生活的现象 放到考试题目当中的时候 那你有可能就答不出来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同学 当你学习到每一个经济理论的时候 你就去想象或是用你的生活经验 或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事件 去做一个相互的对照 用你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例子 来记这一个经济学的理论 这样子 当你考试的时候 你就不会 你就用你实际的生活嘛 你实际生活当中 你的一个实际的反应 自然而然 你就把经济理论所记下来了 所以接着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什么 我们去摆脱 过去这样的一个传统 背诵记忆的习惯 确实了解每一项经济学当中的推论 确实了解每一项经济学当中的推论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也简单举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同学说明 比如说市场上有两种商品 我们简单讲 一个叫牛肉 一个叫羊肉 各位想想看哦 当牛肉的价格提高 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应该会减少对牛肉的需求 对不对 那你又要吃肉 相对来讲 牛肉的价格提高 你减少了牛肉的需求之后 那你一定会增加羊肉的需求 那你看哦 牛肉的价格提高 我们会增加羊肉的需求 我们在经济学当中 我们把这两种产品叫做什么 叫做替代品 我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说 我们在经济学当中 会直接跟你说明 其他产品的价格提高 我们对本身产品需求增加 这两个产品之间是替代品的关系 可是这样的说明 对于我们去理解这样的理论的内容 是没有帮助的 你必须去找到实际的例子 用一步一步去推的方式 把你所要的结果 推论出来 最后我要跟各位同学强调的是说 你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 一定要用你的生活经验 因为理论是枯燥的 理论是乏味的 你必须要找到实际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例子 还有你的生活经验 来 来记这些经济理论 这样子 你会 事半功倍 记住哦 是事半功倍 你如果是用理论 直接记理论的话 那你会事 倍 功半 所以 最后 我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一定要 找到实际生活当中的经验 用你的经验 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 记经济学理论 你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做好的话 我相信 你在往后学习这个经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能够 学习的很好 今天我们这个单元主要就是在介绍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一个 这个内功心法 这样的一个传授 希望大家在往后经济学的学习 能够学习的很顺利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